哈喽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今天我赶紧来介绍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周子星 子星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乌尔战争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来看到的是瓦格纳拥兵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 因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不是已经说他到了白俄吗 那大家就很好奇他到底人在何处 好不过呢他现在有被发现说白俄这附近好像有帮普里格金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是推特上面PO出了这个账号PO出了两张的照片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白俄罗斯的废弃军事基地疑似有在建造的迹象 好这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是在白俄的首都明斯克的南方左右这边 他们用卫星照片上去看 所以可见大家都一直有在用卫星不断地进行侦测对不对 好那他们就说这应该是瓦格纳的落脚出为什么呢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运动场 后来好像开始有加营 然后又是这几天才发生的 那很可能嘛就是瓦格纳这边可能有一些到白俄 他们就在这边落脚了 那卢卡申科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蛮符合他先前提供的一些相关细节啦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瓦格纳到底在哪里其实有蛮多的问号 那他不是很喜欢自己拍影片吗 那在这个推特上面或是在他的telegram上面 赶快发布几则影片或许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 是但我相信现在对于普清政权来说 最害怕的可能还是这些瓦格纳的傭兵又再跑到白俄罗斯 去跟他们的这个领导人普里格金打在一块嘛 对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里格金 他在上个礼拜跑到这个流亡到白俄罗斯之后啊 其实俄罗斯的这个政府给了这个傭兵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可以纳编到这个俄罗斯的正规军底下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可以缴械来弃甲归田 就是好吧就不要再当军人的就回家跟甲陪伴家人还有朋友 重点是不是 可是这一方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也是好事吧 因为就不会像这个一些俄罗斯的义男一样 要很担心自己是不是马上就要被征召上战场 可是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现在好像 莫斯科当于是已经对他们下一个最后的通牒 因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啊 已经通知这些瓦格纳的佣兵说 如果你们再不跟这个国防部签约接受那边的话 那我们就会停止就是对于你们的这个金钱上面的补助 其实很像是爸爸妈妈要制裁你的小孩 第一个一定就是先给你金钱制裁这样子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对于瓦格纳佣兵的状况 其实也不是非常理解 不过蛮多人说他们觉得普钦一定会有所报复 所以真的就是走着瞧的状态 好那当然我们说了这个普里格金在哪里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不过俄罗斯媒体有一次拍下说 好像是普里格金这个人出现了在圣彼得堡 而且旁边还有保镖 那很多人引发解读说难道他秘密的回俄罗斯了吗 瓦格纳数千名士兵在一日叛变结束后到底去了哪里 真的都到白俄罗斯了吗 欧洲的哨兵二卫星拍下 在距离白俄首都明斯克90公里外的东南方城镇 阿西坡围棋 这里一座闲置的军事基地 6月14号还是一片空地 6月27号却看到多出两排新建设施 怀疑这里就是瓦格纳新的据点 而瓦格纳似乎还比想象中的更受欢迎 纪念T恤现在居然就挂在莫斯科 以及圣彼得堡等地的纪念品店里 瓦格纳的旗帜还在拍卖网站上卖1100卢布 约台币400块钱 商人马上跟风赚钱 但是瓦格纳本身的生意在俄罗斯恐怕是做不成了 普里格金跌落神坛 真正行踪也成迷 尽管日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才说普里格金人在白俄境内 但是现在俄罗斯媒体却拍到 头戴鸭舌帽 口罩 穿着牛仔裤 看起来就像是普里格金的人物 却出现在圣彼得堡 他搭乘专用直升机 身边还跟着保镖 被爆出和普里格金密谋 默许叛变的末日将军苏洛维京 也被爆出下落不明 现在有报道说他已失踪 或在乌克兰境内 已有说被逮捕了 同时间还有自称是苏洛维京女儿的人 发生辟谣 一场叛变中 关键人物各个行踪沉迷 也让内斗清算传言不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已经好多天都在看 瓦格纳叛变的后续了 我们接着还是要来关心 乌俄战场并没有结束 还在持续的有一些互相的攻击 尤其在乌东巴赫姆特 仍然是乌俄双方蛮激战的一个区域 好那乌克兰的军人就说 其实在上个月 俄军历经了冗长的战事之后 占领巴赫姆特了嘛 不过巴赫姆特这个城市 几乎已经变成是一个废墟了 就是因为打到已经不能再打了 然后就完全是一个 没有办法再有一些生机的城市 我觉得这也是蛮让人难过的一个消息 好那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鲁尼兹则说 这乌克兰的国防军持续有进攻 也有向前推进 但是敌人非常的顽强抵抗 不过敌人他们自己的损失 也蛮惨重的 好那乌克兰的副防长 这个马里亚尔则说 乌军在南部的这个博德杨斯克 还有马里乌波尔都有努力的推进 他讲了一个字我觉得蛮有趣 他说缓慢但有所进展 所以也有看出来就是 乌克兰其实没有占太大的上风 俄罗斯还是蛮强的哦 所以这场战争确实让大家 其实是有一点点摸不着头绪 而且感觉好像还会持续的在打 对感觉他们当初做的这个大反攻好像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期待 没错 好那我们还有再看中国 对我们还是要来看到 因为其实 其实中国自从乌俄战争开打之后啊 这个立场算是蛮暧昧的 虽然说一直说要劝和促谈 但是现在对于乌克兰的国民来说好像对于他们的态度也有一点点转变 我们可以先来看到这个这个民调的是由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社会评分团来进行的民调 那他们其实这几年都有针对这个乌克兰国内的民众啊 对于各个国家的这个友好程度来进行评分 那还可以来看到这个友好国家其实还是一样就是好邻居波兰嘛 这个友好程度呢是达是超过了94%哦 那另外像是美国英国这类就是不断的在对乌克兰进行军援的国家 其实这个支持度也都是有超过85%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德国的部分啊在2022年的时候 当时呢这个乌克兰的受访者对于德国的支持度是只有65% 但是现在到今年是已经上升到了80% 毕竟人家也给武器了嘛 对所以说还是好感度是有提升啦 但是但是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在2022年啊 被乌克兰认为是中立国的是有大约是64%左右 但是到2023年到今年竟然是只剩下52% 就下降了 对而且还有34%的乌克兰人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变成是敌对的国家了 所以立场上面好像也是有一点转变 不过另外可以看到在这个非常也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一直以来也都是乌俄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解者 调解国家嘛 可是呢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民调变化 也是蛮明显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认为土耳其是中立国的这个乌克兰民众大约是39%左右 但是到这个今年是只剩下百分...今年虽然提升到48% 但是看友好国家这个民调来看的话去年是有51% 但是到今年是只有40% 所以感觉上面跟中国一样这个好感度好像是不断的在下滑 对但是他的中立国的态度好像又上升 所以这也凸显说乌克兰人现在有时候对于一些国家的观念跟概念好像也就是从这些战事然后就会被牵动 是 好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看到这个就是台美之间了 我们知道美国跟台湾的关系真的蛮好 尤其在疫情之后真的是进展非常的快速 这也让中国大陆还蛮不开心的嘛 好那最近美台之间有什么样子新进展呢 其实美国的众议院有八位跨党派的这个议员来台之后 美国国务院最新也宣布了他们要给两笔的对台军售 大概价值是140亿台币哦 好那讲到军售这个中国大会就跳脚啊 有听说这个共机蛮多架都来还有共建哦 很多人就解读说跟这个军售有没有关系呢 好那北京很不满赶快来听他们怎么说 28号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一行九人会见总统蔡英文 这是近期内规模最大的美国国会访问团 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强调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在经济或国防领域都会跟美国持续合作 守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但这些话对岸显然听得刺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议员访台前夕 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参院版摘要点名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持续挑战的头号对手 并指出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等相关计划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就在大陆方面出言反对的同时 美国五角大厦周四宣布 国务院批准两批分别对台出售弹药和后勤支援的军售案 总额4.4亿美元和台币近140亿 TV宣传 柯胜雄 庄志伟综合报导 好 刚刚讲到军售嘛 那这次物恶战争也有发现说 其实武器蛮重要的 尤其战机哦 就乌克兰不是一直蛮想拿到西方国家的战机吗 因为这个空防的部分 当然是要战机来防卫 好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这个F-16V啊等等的 都要再进行跟这个美国这边来购买 好 那美国其实他们有一个五代战机 叫F-35 它也是逆型战机 然后它拥有三个优势哦 包含传感器融合 瞄准范围 还有类无人机监视技术 它还被叫做飞行计算机 好 简单来说就是F-35这一款这个战机 非常的厉害 好 但问题是哦 像阿联啊 或是卡达 他们其实这十几年来都超想买 但从来都没有买到 好 那没有买到之后怎么办呢 据说这个订单已经排到了十年之后 好 不过最近巴黎航展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哦 波音在那边拿到超多的订单 那这也是疫情之后他们首次有办一个实体的 好 那这个实体哦 颇让人关注 其中以上就是这个 好 这个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20 它居然出现在巴黎航空展 那这个是模型啊 不是真实的这个战机 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就很好奇啊 你出现在这边是有什么样子的目的吗 好 我们先来看歼20哦 它的厉害地方 它是单做双发隐形战斗机 然后它是第五代战斗机哦 就跟F35是一样的 然后它是全机配置了四枚P-15中程飞弹 还有两枚P-10的短程飞弹 也确实蛮厉害的哦 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专家 我就说他们已经批量生产的阶段 所以短时间之内能够交付 仔细有没有听到一些弦外指引 F35竟然不能按齐的交付给 就买我们歼20好了 没错 就是这样 中国大陆可能就是有这个意味 所以现在说可能他们即将要出口 一年一度巴黎航展有座小小模型引人注目 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展台上 发现了歼20的身影 而除了歼20 轰6K 攻击11等等 各型的机载武器 其实也在纷纷的亮相着本次航展 号称解放军最先进战机 居然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亮相 第一个它当然时机目前还没有过去 它是要就是做这种就是所谓技术上保密 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它有千二十 可是技术细节不让大家就是有机会 可以就近距离去看 光是模型摆出来 大陆就传出战机外销的声音 而我们国家现在把歼20这种隐身的飞机展示出来 那么说明我们是可以出口隐身战机的 卖不卖给别国还没谱 但共军对歼20的确相当有自信 作为我军的王牌隐身战斗机 歼20集隐身 超机动 超音速巡航等高精尖技术于一身 大陆军方所谓王牌 这几年频频在宣传片现身 年初还曾经声称歼20飞行员靠近台湾 当我驾驶战机在坐舱里俯瞰祖国宝岛的时候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宝岛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还有山脉 那一颗我的心中是无比的自豪与久 准确一点来说 歼20不是五代而是四代半战机 主打立中性能和超音速飞行 超音速的巡航的话 对立中战机来讲可以产生很好的一个战术效果 也就是雷达你看到我的时候 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概已经30公里 那如果我是用超音速飞行 那么你看得到我在要反应拦截的时候也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超音速巡航就被视为五代战机未来一个重点 五代机的特点第一是隐身性 第二是超音速巡航 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 第四是非常优秀的这种机动性 那么这样的飞机呢 目前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能够独立的建造 要和其他国家比 第一个想到的是同一辆级美军F22 看看长度 一展和对外公开的最高速度 其实两者差别不大 但最重要的差异 第一就在航电配备 相比歼20国产雷达 F22的相位阵列雷达 有实战经验 可靠性先胜出 再来F22达到超音速飞行 不像歼20一样 可能需要开启后燃气 推一把 其实我们也不要小看中共 它进步非常的快 当然它的这个航电技术还是没办法跟美国比 可是它会逐步的进步 解放军战机追赶速度飞快 而大陆年初强挡电影 有刘德华出演的 《流浪地球2》也掀起战机话题 影片中 这架酷似歼20的歼20C战机 在一片废墟中垂直起飞的画面 引起了军事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要讲垂直起降 目前美军F35B办得到 而和F35同样量级的共军战机 其实也在巴黎航展现身 在歼20的这个旁边呢 还有FC31这种中型的隐身的飞机 战机 FC31是继歼20后 解放军第二款逆踪战机 未来如果正式服役 可能化为歼31或歼35 如果真的要谈外销 比起歼20 F31取寸比较小 未来卖给别国的机会更高 所以从军事科技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 中共如果要外销这个逆踪战机 很可能要10年之后才会有机会 也就是它先满足自己海军航空队的需求之后 那其他国家可能会看说 它操作的这个成效如何 它决定要不要跟中共下单购买 这个所谓中共中国版的F35 不过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全世界看到的是俄欧斯军备 没有想象中好用 而中共军武实战少未经验证 或许会成为将来战机输出的阻碍之一 TVS新闻座报导 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用Googlechance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个还是看到 你可以看到后面是美国 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呢 子馨 美国热搜关键字 就是体操女王黑珍珠拜尔斯 它其实是在2016年的礼约奥运 当时是很少四金一桶 是成为当届体操的最大赢家 他已经注册报名了一场 这个八月份的热身赛 而且这个呢是美国体操经典赛 同时也是这个全国体操锦标赛的热身赛 所以说他如果真的确定 有要参加这场比赛的话 也对大家就觉得说 他会不会有可能在2024的巴黎奥运 也再次登场参加这个比赛 感觉就有望付出 在做一个预备的节奏 对不对 对 不过他当时其实在这个东京奥运退赛之后 他是有坦承说他当时是 因为出现这个空中湿感的症状 就是说他在空中的时候会 没有办法辨别说他在翻滚的时候 是朝着哪个方向 所以说对他来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他才会决定退赛 对 不过运动员的生命比较短暂 所以他应该也是蛮担心的 对 但他现在其实也才26岁 虽然说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已经算是有点高龄 但是也还没有到退役的这个程度啦 对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热搜关键字 好 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关键字是David Goodwillie 他是谁呢 他是前苏格兰的国角 好 那这件事情跟他的一些社会案件有关 其实澳洲索伦托足球俱乐部28号的时候 才宣布要签下Goodwillie 结果呢 几个小时之后完全变调 本来称赞他说非常的优秀 结果官方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删除了这个文章 还跟他说这个合约已经取消了 到底怎么回事 好 其实就是Goodwillie有在2011年的时候犯下性侵案 但经过6年的法院公访 2017年判决时是因为证据不足 没有刑事罪责 但还是必须要支付10万元英镑给当事人 所以还是有被认证他是有性侵的状况 好 那这件事情真的是缠他非常多年 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澳洲足球俱乐部之外 他之前也有过被这个签下之后 后来又不满合约又被退出 然后甚至有些人就是不让他出赛 所以他经过这三次左右的球队解约之后 他非常的不平 他就开了一个Twitter的账户 他发文表示说为了老婆跟小孩 自己要说出真相 未来几天都会陆续的把内情公开 外汇文中也有提到说有一些 这个新闻记者甚至小报记者接触之后 他蛮希望他们能站在他这一边 但没有人帮他 这到底是内有隐情呢 还是他自己不想承认 这就很难讲 感觉是个罗生门的情况 对啊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运动员最害怕 一个就是受伤 那个就是丑闻 没错 而且他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反证 说他没有性情这件事又很难 就是很难 像我们刚才讲到他是 这个有点像是性情案的加害者 前面那个拜尔斯 他其实就是性情案的受害者 所以其实这样的案件 在体育界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罕见 最近更多啊 MeToo事件有没有 台湾的演艺圈 政坛 不管是各行各业 真的都有类似状况 所以也让我们大家 唤起一些这个 性贫教育的问题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下一个 日本 好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呢 就是这个周五 road show的还有吉普利展 这其实就是这个美国的知名 日本的知名动画工作室吉普利 他跟这个电视节目 周五的road show进行一个合作 那是会在6月29号开始到9月24号期间呢 在东京推出一个吉普利动画的相关布景展览 而且这个展览其实非常的特别 它里面除了包含这个一些经典动画 包含像《风之谷》《魔女宅喜变》 还有《猫的鲍恩》跟《生云上云》 这几个动画的布景外 它还让 就还有指导这个参观的民众 可以站在某一个特定的点 那在那个点拍照的话 你就可以拍出一个就是 仿佛置身在动画里面的那个美照 对这就是所谓什么沉浸式拍照 对就是体验的那种 我以为就是在那个时空跟做那个事情跟主角一样 而且再加上最近不是日元一直狂扁吗 所以其实很多人可以在趁着暑假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这个展览它主要是采预约制 所以如果想要去的民众的话 可能还是要事先到这个官网来进行预约 对啊光看照片就觉得很想去 对对而且又在东京 然后一直到9月24号 好这个是日本的热搜关键字 我们接着来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关键字就比较严肃 就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北韩 好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不是有一直说要试射核武啊 或什么弹到飞弹一直射 然后呢现在南韩当局 在29号就说 一名巨姓有参与北韩非法金融的韩裔俄罗斯公民 他叫做崔春坤 已经遭到了南韩政府的制裁 那当然这件事情在南韩就引发了一些效应嘛 因为看起来就是南韩开始用外交手段 在制裁北韩 好他们说这个崔坤不好念 可能就是吐吐吐吐 韩语比较好念 但是中文比较难念 好他说他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规定 支持北韩的非法活动 那南韩在外交部的声明当中也显示说 这项决定是南韩政府将含义个人列为单方面制裁对象的第一起案例 也算是破天荒 他们说这个崔春坤被控在蒙古成立了一家北韩人头公司 协助平壤逃避制裁 然后还为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武器计划的资金等等的 还蛮多的 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制裁啦 所以这件事情在南韩有发烧 因为看起来这个南韩对于北韩的敌意也是越来越大 那谁叫北韩对南韩的敌意更大呢 甚至北韩不是之前还对美国呛吓 对吧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南北韩是否有点像两岸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很难希望和平的解决 但可是又要沟通对话 这件事情确实比较复杂 是 好我们接着来看香港 好香港热搜关键真的是这个 香港民主组织的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子杰 那他呢其实是在2013年时候 在美国和他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 但是呢 返回香港之后两个人的婚姻是没有被这个香港政府承认 所以他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法院来提出一个司法复合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法院的声明啊 去说这个香港不承认海外同性婚姻的法律是违宪的 但可是在前几次其实跟这个高等法院呢 还有上诉的时候都是被驳回败诉的 那这次是在这个28号的时候呢 正式在中院又进行了开庭审理 不过当天其实双方还是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啦 因为这个陈子杰这一方面是提到说 港府拒绝同性婚姻 然后也不提供给这个 这个同性的伴侣进行一个民事结合的替代途径喔 会就其实属于这个差别待遇 而且还让这个社会发出 还向这个社会发出说 同性恋比异性恋还要次等的错误讯息 但是这个港府这边的声明啊 是认为说这个 香港基本法本来就规定说只能跟异性恋进行结婚 所以觉得说这个陈子杰这一方面的说法也是不同的 不过这个法院这边好像说法 也觉得说 目前这个检方提出的这个基本法的说法 其实说不通啊 因为他认为说陈子杰他其实是想要争取这个被认同 并不是说要在香港正式申请结婚 但是我觉得陈子杰在香港这件事情觉得行不通啊 因为连言论自由都会有危机 怎么可能会被认同 对所以其实当天也没有真的得到一个结果 对所以这件事情有点徒劳无功啊 但我也能理解他是想要借由这件事情 可能争取一点点看有没有可能的权利啦 是 但真的是蛮辛苦的哦 这个先知总是孤独 好我们接着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索马利兰 不知道子杰知不知道这个国家 嗯知道 知道对因为他在非洲 不过这个国家跟台湾有类似的命运 他一直也被认为说 他是索马利亚的一部分 然后一个索马利亚一个中国 然后好像对不对 嗯 但是索马利兰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状况 是有点类似的哦 所以现在索马利兰的人哦 对台湾其实都蛮友善 而且他们也对台湾的处境非常的熟悉 然后呢 他们最近因为外交这个政治 因为疫情的期间嘛 不是什么 Taiwan can help 我相信他们在这个非洲这里 也有感受到Taiwan can help的这种slogan 所以呢 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台湾非常的了解 那台湾在索马利兰其实是有代表处的哦 那因为不是正式的邦交国 所以是没有成立这个中华民国大使馆 但是我们双方关系的外交行动都还蛮就是频繁的 好那台湾的在非洲的盟友 子欣还是哪一个你知道吗 啊怎么办 这样我一下把我靠刀了 没关系 史瓦蒂尼啦 我们只剩他 好那当然哦 非洲五十四个国家 五十三个都是中国大陆的邦交国 所以只有斯瓦蒂尼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是不是索马利兰有可能会跟我们建交 不过索马利兰其实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针对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啊 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它也没有在甩 那大家想 哇这么小国家跟台湾类似 为什么不甩呢 好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战略位置哦 它是处在这个非洲之角 然后有一个雅丁湾 那这雅丁湾就是也是一个重要航道行经的路线 好那但是哦 索马利兰这个国家 到底中国大陆的建交呢 其实他们也出现了一个两难 因为如果把一个中国套在一个索马利亚的政策上面 如果中国大陆跟索马利兰建交 是不是就代表它已经搏制掉索马利亚的一个索马利亚 又得罪到另一个政府 对所以这真的也是让中国大陆很两难 所以这回头想想 就是中国大陆不是也是一样吗 就是像梅西说的 在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场有讲说 哎这个台湾不是你们的一部分吗 对不对 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那新加坡的热搜话题呢 算是这个也算是初代的网红啦 她叫Colin Bellinger 那她艺名呢 其实哎因为你有听过吗 她叫Miranda Singh 她其实是大概是我国中大学 那个时期非常红的一个YouTuber 那是主要是一个招牌大红唇的这个很夸张的装法爆红喔 那她其实有一阵子 算是潜伏了一阵子啊 因为她在之前是被爆出说她跟一些未成年的粉丝 那是有一些不恰当的关系 那其实已经她其实沉默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应 那是在美国时间28号的时候呢 正式发出一支影片 不知道这支影片虽然说好像是 她也其实也承认说确实她是有跟一些未成年的粉丝 有一些比较不恰当的这个行为 不算行为算是传讯息啦 但是她觉得自己并没有 就是像外界说的是那种诱拐人 就不是那种 她觉得是你请我愿吧 所以她就在这个道歉的这个影片里面 是提到说 她是觉得她没有掌握好跟粉丝之间的界线 然后说自己是一个奇怪的阿姨 但是她不是用那种很诡异的方式 去跟粉丝来进行一个私讯的互动 不知道这个影片引发这个网友讨论一部分 还是因为她这个道歉 不是那种非常正式的就是道歉 她是用谈乌克力边谈边唱的这个方式 来跟外界进行道歉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 你这样是真的有诚心的在道歉吗 还是你又是用一个比较诽谐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 这公关处理非常有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道歉这件事情 那个衣服的穿颜色不可以太花 然后呢要素素的然后要鞠躬 这个是公关处理的第一要件 可见她都没有做到 她有素素的然后穿黑色啦 但只是谈乌克力那个行为可能让大家 不太OK 对所以又引发了一个风波 是 好我们今天看完GoogleChain之后 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到了这个议题什么呢 诶要签这个文件来守住资产 而且写说富豪门喔 是 好那结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因为像台湾就是 呃我有听过人家讲说 如果你在婚前没有把薪资账户的钱搬走的话 未来你就是跟他结婚之后你的薪资账户钱就是要平分 对那有些人就会不想平分嘛 他们就会想要签一些结婚的协议 婚前协议 对婚前协议 好那我们讲说富豪门 谁是富豪门呢 我们来讲一个人喔 这个人大家应该就很理解嘛 他叫做这个贝佐斯 好贝佐斯他最近有一个这个好消息 就是他跟他伴侣就是桑契斯要结婚了 是 好那这当然大家很因为他是前福斯的这个主播嘛 他长得也蛮漂亮的 好但问题就是喔 他们两个结婚这件事情又蛮这个多风波的 因为他们是在婚内出轨 而且两个都是婚内出轨 好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是不对的行为喔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名人嘛 会被大家更放大检视 他们2018年就已经交往 不过他们2019年喔 双方才各自离婚 然后才公布恋情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大家讨论很多 那讨论很多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贝佐斯他很有钱 如果他没有钱是要讨论他嘛 对不对 好那他的前任太太叫做史考特 那他们在2019年喔 就是因为桑契斯的戒儒而离婚了 但是他们没有写过婚前协议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 诶史考特有权分到贝佐斯的财产 所以他分了4%的亚马逊股份 市值非常高 我讲新台币就知道 大约是1.18兆的新台币 太惊人了 好如果我是史考特我也觉得 OK啦 谁叫你要办错呢 对不对 而且他一离婚就直接变成 好像全球第三大女富豪嘛 对直接要生 但不是自己赚是先生 但又怎么样 过去跟他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嘛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 因为反正没有前婚前协议 好所以这一次喔 这个贝佐斯跟桑契斯结婚之后 很多人就说 诶他总是应该要写婚前协议了吧 对 之前有过经验喔 好那富比士其实就有算出过说 贝佐斯现在的资产是高达 1380亿美元喔 大概是4.266兆元的新台币 真的是一个非常天价的数字喔 这个我可能赚三辈子可能都赚不到 还是持续增加当中喔 那当然这个 现在有律师就说 建议这个贝佐斯一定要签一个 这个婚前协议喔 而且可能还可以在婚姻期间 固定提供桑契斯金而已 换取他放弃资产跟赡养费 所以你看 这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单元 可见就是 每个人都有关注这样的讯息 它不再只是一个八卦问题 因为我们要从这个事件 来看后续的东西喔 好我们先再来看到说 依旧是贝佐斯他们这个 即将结婚的这个夫妻喔 未婚妻 这个未婚妻手上喔 带着一个这个钻戒 啊一拍不得了 是一个鸽子蛋啊 他的左手无名指上面 这个钻戒几颗啦呢 子欣你念念看 二十克 二十克或三十克啦 对看子欣的表情 他超惊讶 我本来觉得肖靖腾他给他进去的那个已经够大了 但是这个更大了 老肖给那个Summer的这个钻戒 我是十三点三三克啦 就是什么一生一次嘛 三次无限循环嘛 代表对他无尽的爱是有寓意的 人家更大方 直接给二十克啦 或三十克啦 因为没有问到本人 所以他大家只是觉得 哇这颗鸽子蛋实在很大喔 如果放在我手上的话 应该也是蛮好的 所以取不起来的太重了 对那这个鸽子蛋多少钱呢 他可能是新台币 七千六百多万 或者是1.53亿元以上 好啦或许这个贝佐斯就说 我给你一颗这个克拉 一年给一颗 所以之后我们就不要拿三两倍 对也有可能 好那他们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 男发豪华游艇上面 也非常受阻 所以就有被拍到一些画面 你看这右上角 多么像是恋爱的情侣啊 但两人早就已经有过婚姻了 但是可能遇到对的人吧 希望这次不要再离婚了 好那他们就是搭乘了一个名为 这个库鸽的这个贝佐斯 所有的豪华游艇 他是价值五亿美元 大概是新台币153亿元 连这个游艇都这么贵 好那他这个名字是有点特别的 他是出自于毛利旅 就象征是新的开始 生命新的篇章 跟对未来的希望 可能就是要对彼此的伴侣说 说我们是新的开始 迎接第二春 好而且我觉得他真的还蛮爱桑汽斯的 他还在这个前方 就是这个船的前方挂了一个 就是鸡寺 丧气寺的木质雕像 蛮像的啦 对不对 是啦 但这代表他的 这个爱意非常的浓烈 人家老肖是1.3333 吴静他是给他一个木质的雕像 那有钱人真的是 想都想不到会做什么事情 好那我就说啊 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个贝佐斯 跟他的这个未婚妻呢 难道我们今天 要变成娱乐大小事吗 不得 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来讨论说 诶这个富豪 签婚前协议有多重要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诶红海创办人郭台铭跟曾欣宜 他们现在也是非常恩爱 这个郭董想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曾欣宜也是都一直陪在他旁边 好那他们在2008年9月结婚的 那他们也签了这个婚前协议 说夫妻各自保有财产的所有权 各自管理使用收益跟处分 所以像曾欣宜教五 如果他有收入 诶不用给郭董没有问题的 好那这个还有Google创办人 布林跟安妮哦 在离婚前 南方就有传婚外情 但是就因为有婚前协议互体 所以他的300亿美元身价 无资产转移 然后呢Google的股价 也都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哦 这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结婚之前 我们把手话说在前面 对到时候大家就不要有意见 但是没有把手话说在前面 那只好认了 好那另外就是佐藤麻衣 跟台素集团的长孙王权仁哦 他们在2014年结婚 但是他们的婚前协议就写得比较细哦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么细哦 对啊 工作清单 对 然后还有什么家用品采买啊 儿子生活起居啊 然后什么教育装潢等等 这就是比较不大方的整个婚前协议 通常是给说什么多少钱吗 或是一方外遇要怎样 这可能会比较明定 这写到这么详细 真的是要雇佣庸人吗 好 再来甲骨文共同创办人艾利森哦 是630亿美元的身家 他之前曾经拥有过四次的婚姻哦 他的婚前协议也是保障财产自主权 所以蛮多人在讨论 婚前协议似乎蛮重要 但是像我就没有写婚前协议 我对这东西就没什么概念哦 而且一部分可能是我也没有这么有钱 然后另外一半也不是那么有钱 所以婚前协议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没有这么必要 而且对于台湾人来说 会不会觉得就写这种婚前协议 会有一点伤感情 嗯 因为就是先讲丑话了嘛 对 但如果子媳你会先写婚前协议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点像这个蚂蚁这样子 就是把家事分配都先写出来 不然两个人婚后会的家事吵架 反而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所以那个子媳的是人夫工作清单 对对对 好那老公要多做点事情嘛 对不对 好那到底伴侣婚前协议是不是普遍呢 怎么样写才会比较公平 我们问到的是刘伟霆律师来帮我们分析 国外比较容易签婚前协议 是因为他的法律规定可能比较多 让民众可以自由约定的地方 但是在我们台湾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并没有一个叫婚前协议这样子一个规范存在 所以变成说婚前协议只是夫妻两个人即将结婚 互相之间的一个私人之间的约定而已 那这个约定如果已经抵触了现行有的法律 那这个约定就无效了 那因为我们现行法律其实规范了很多 所以导致我们要约定婚前协议 能够约定的项目就很少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有的人他会约定说 只要有一天你偷吃外遇了 被我抓到了 小孩就归我 抱歉这个约定无效 因为我们规定小孩子不是看爸爸妈妈想归谁 他不是个误 他是必须有法院来判监护权是属于谁的 所以就变成好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约定 那大部分真的如果假设我们真的有这个考虑要来约定婚前协议 比较容易约定几个项目 就是大概夫妻大概就会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要一起结婚了 那我们要住在哪里 我们可以实现约定 那个住在哪里可以约定 我要住台北我要住高雄 或甚至我要住娘家或我要住谁家 那可以先约定 那第二个比较容易碰到的就是 例如说约定我们婚后的财产的管理 那财产管理很多是 有的就说那老公赚的钱或太太赚的钱 要不要放在同一个账户里 又或者老公或是太太是不是每个月格对方多少零用钱 这种可以做婚前的约定 以上跟孩子有关 那跟孩子有关其实大部分都是法律就强制规定 只剩下一小部分 例如说小孩的姓氏 例如我们现在的小孩姓氏是可以约定 可能是跟爸爸的姓或跟妈妈的姓 这是可以约定的 那可以在婚前就做这样的约定 这大概分几个比较细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的夫妻财产制 因为已经有法律的规定了 所以你不能够约定跟我们的夫妻财产制不一样的状态 好那假设我们回到一般人最常碰到叫做法定财产制 就是一般的夫妻的大部分都是适用的这个法定财产制 只要没有跟法院申请 那你既然就适用的是法定财产制 就是离婚的时候 然后钱比较少的一方可以跟钱比较多的一方 请求一个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这是法律规定赋予的权利 那你可不可以在结婚前就先约定好 放弃 那结婚如果有一天我们离了就放弃 那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约定 因为这是法律强制规定的 你根本还没有离婚你不会有这个权力产生 所以你也不能预先放弃 所以这种的约定像刚才提到美国的这些个案 可能在台湾很多是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约定 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的 有一些是可以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碰到 我跟你如果结婚以后 我名下有一间房子就送给你 这可不可以约定 可以 那就是结婚以后就要送给他 他真的也可以去登记变成是他的 这种就可以约定 那能不能约定有一天我们离婚了 原本有送给你的我就要要回来 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约定 也是可以 也不是不行 那这种就可以事先约定 所以涉及到 关于这个夫妻婚后的财产 或是离婚以后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在没有抵触我们原本就有的法律以外 是可以约定的 但这个部分因为比较细节 就建议你可能要问律师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些约定可能抵触法律 哪些约定没有抵触法律 那是可以就针对部分去做约定 好那最近大家也很热门在讨论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到底要不要补班这件事 那前一阵子其实是有网友在这个 在这个网络上面发起一个就是 联署说要让这个台湾变成亚洲第一个 就是周休三日的国家 可是这个最后是被行政院打回票了啦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前一阵子在英国就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 这个周休三日的实验 那当时总共是有60家企业来参加 那人数呢总共是有3000多人 是全球最大这个周休三日的实验 可是其实在过去这个包含西班牙 冰岛美国加拿大都已经曾经试行过 只是范围比较小 那澳洲跟纽西兰人是最快8月要开始试行 可是当时啊这个英国的这个成效到底好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实验的结果 是发现说 这个有参加实验的公司啊 平均的收益是成长了三成五左右 而且员工离职率也下滑了五成七 那这些公司里面呢有超过九成的人 都愿意来继续实施这个 这个每周休三日的行动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 不过台湾到底有没有机会去实施呢 当时这个英国其实就有提到说 这个实验进行过后 发现说好像员工的这个生产力啊 都有得到提升 而且幸福感也跟着一起一起起来 毕竟一个礼拜可以放三天假嘛 那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这个员工的这个 可以降低这个碳足迹 因为上班下班 对因为减少通勤时间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员工 在时间上还有工作形态上 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因为你有更多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你可以去学额外的一些技术 那还有呢 另一个就是让这个英国的企业缺工达到 因为英国现在整个企业的缺工潮 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的缺工是达到了130万人 那这个周休三日的实验开始之后呢 其实就是让企业可以 有机会去留住更多的员工 因为像我们刚才前面说 整个幸福感跟生产力都来了嘛 所以会觉得好像 周休三日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不过另一个不比较 另一个缺点的其实就是因为 在英国的话 他们的服务业是占整个经济GDP的八成 所以说这一次的实验 虽然说整体看起来 好像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 可是像是这些零售业啊 食品饮料业 或者是医疗照护跟教育业 对于他们这些产业的人来说 你要去实施这个周休三日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对 所以当现在网友 应该是蛮希望周休三日的啦 我自己希望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现在比较没有夹心 各行各业 那周休三日是不是变相的夹心 也是另外一种 那网友关心什么 是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台湾网友对于这个周休三日 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认同 还是有一些比较反对的意见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反对意见 其实就是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周休三日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并不是这么样的适用于所有的行业 而且另外一个人就是担心 企业会因为这样子啊 还反而来扣掉员工的薪水 因为现在如果是 以这个周休三日来算的话 其实民众可能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都是会在休假的 所以说即便政府今天强行规定说 好 那我们以后就采这个周休三日 但是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企业可能就改成以这个 降薪的这个理由 方式来做对不对 嗯 那其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也有 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周休三日来 可能会导致说 平常上班的工时拉长会导致更难下班 所以其实好像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周一到周五 可以选一个要休假的多休一天的话 一个人你会选哪一天你觉得 礼拜五 所以你会想要就是五六日 这样连休三天嘛 可是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说 好像修在这个周一间礼拜三 也是不错 因为等于就是你礼拜一跟礼拜日上班 然后礼拜四跟礼拜五 也可以就是上班 就是上下班然后修一下假 上下班修一下假这样子 对这样反而会是有一种比较新奇的 比较新鲜的感受啦 所以有可能啦 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 当然是有周休三日喔 对 当然我们在前面提到说 因为有人会觉得这样子好像会导致这个平常工时拉长更难下班嘛 不过可以看到这个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企业就算你不想要周休三日 你其实也可以让就是透过这个缩短工时来去进行一个 好像让员工休息的时间更长 因为我们就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台湾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这个平均年总工时是长达了两千个小时 而且这个两千个小时已经是历年来的最低纪录 但还排在全球第四 还在排在全球第四 所以可以看台湾人多辛苦 这个奴性也是要很坚强啦 对嘛 因为亚洲国家的人就是比较 华人比较刻苦耐劳啦 但是劳工在进步喔 大家这个劳权意识也在不断更新喔 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那这就是上半场的国际plus三圈球 希望你喜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可以看到大家还可以看台湾的一条 并且可以看台湾的一条 我们下期见台湾的一条